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20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 至少我觉得四个字可以说 不管你是大学生还不是大学生 做任何事情都有满腔热情 对着这个周末有很多的活动 下个星期可是我挑选了这个活动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也确实是被他们的热情所打动 Pony跟Jennifer来自UC Berkeley的大学生 那么这次想办这个论坛 也希望说不仅仅是校内的大学生来参加 也希望我们这些在工作的人 也可以在下班的时候去听听这些演讲 那么这个论坛 现在你们筹备了据说有一年的时间是不是 将近一年 那自己功课都不做了 有时候对啊 有时候就是时间要学会自己怎么安排 最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事蛮多的 然后可是主要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我们大家可以分工合作 几个人呢这个团队 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 就是幕后真的很多很多很detail这些 就是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相信办活动是很需要花钱的 你们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学校有就是资助吗 我们有跟很多学校的部门申请 就是我们要写proposal 然后他们会就是跟他们讲我们的这个活动是什么 然后他们会有帮我们补足一些 然后我们就是学校找到很多 我们外面也跟那个商业界也是去募款 然后包括那个 KTSF也有帮忙赞助我们 然后可是就是真的可能也是经济不景气 是真的经济不景气是可能是 讲一下那当天的感受吧 就谈下来一个sponsor 有一天我们那个法学院 他给我们有几千块的钱 然后呢 可是 因为我们那个也是讲了蛮久的 也是跟那个教授跟他很多那个meeting 跟他开会蛮多次了 然后可是 因为我们这次我们也想要补助 那个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学生他们的机票费 所以呢 这个钱也是蛮大一笔钱的 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法学院有 让我们帮我们赞助这么多钱 我们那天真的是 那个 好像放下了一个什么很重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来自中国大陆跟台湾 这十名学生的机票是由berkeley出的 有一部分 我们会补助一部分 对 那你们其实这个活动也就是跨系的嘛 所以你们要去各个系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法学系啊 会有其他的系 哪个院校可以愿意出钱的话 你们也去伸手 对 然后一方面也就是说 跟他们去那个募款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 他们也很热心的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他们的教授也会来谈这些不一样的话题 然后呢 所以就是有两方面的在协助我们 嗯 那除了这个筹款之外 还有什么觉得其他人觉得办活动很难的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就是 计划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 然后沟通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一直 manage 很多人 然后给他们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 然后有时候会就蛮复杂的 对 那这些我知道大学生可能从北大还有台大这些选来的 对 那么每个地方只选五名 嗯 怎么挑选 我们这个过程还蛮长的就是他们最上开始他们要那个给我们一个那个application 他们要填写出一个application 然后会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再选出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因为讲这都是很不错的可是问题是这个应该选出比较好的 然后呢最后我们再跟他们有应声我们用那个电话应声 然后最后在这个过程最后再选出五位 然后这些就是那个他们要我们希望他们是以后可以当作这三弟有可能是这边的领导者 然后可以真的对这个问题有影响的 嗯 那么在整个这个策划过程当中 你们都是用中文去对话 完全完全是英文这个 英文因为他们一定要用英文 所以这些我们是说在中国跟台湾的学生跟你们讲电话也是用英文交通 他们是哪一个年级的呢 你们两个是三年级吗 所以这个有有规定说是大学几年级或者什么科系的吗 没有规定 可是我们我们的学生是从可能二年级到有研究生的年级 对 那你们自己就是在办活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担心在这样的经济不经济的先把自己的工作找好 实习的地方先找好 家长们有没有 不知道现在就是父母们会不会对小孩子这些事情会有一些干涉或是在提醒啊 先把自己的工作找好再说 我爸妈也会这样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应该可能 你爸妈是不是在看电视喔 不仅不管自己功课还去电视去来讲讲这个论坛 对啊今天是礼拜三还有我时间跑来这边 对对 可是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还是三年级 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希望旌旗可以快点好起来 那么你在这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嘛 这个具体的时间然后地点可以跟我们再说一下 对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下礼拜一二都是办在五点钟 然后呢都是在Berkeley的那个校园 我们这边教授我们的网站上会写 待会我们可以给大家这个网站 那我们网站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所以你可以去www.straighttalk.org 去找这些资料都有我们的活动的行程 schedule都在上面 就是还有哪个院系的一些什么样的教授都有会在上面 议题是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先解释一点就是这个straighttalk的straight 是S-T-R-A-I-T 就是台湾海峡这个straight 我们就用这个谐音刚好让它用上 对可是那个像我们其他这些活动 我们都是把它办在五点钟以后 所以让很多上班族的 他们上完班以后呢也可以有机会来 来那个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现在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整个的活动 你是第一次办呢 还是希望说这次办了之后继续在以后每年都办 我们希望可以一直有 这是第一次吗 其实我们第一次在伯克莱 他是2005年在Brown University开始的 对那我们是第一个 他们想发到很多不同的大学 然后伯克莱是第一个出来Brown的 对因为主要也可能是我们要建立这个 这些学生的关系 中美台学生的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同时有在Brown大学 东部的Brown 跟我们西部的伯克莱 两所很不一样的大学 同时是可以办这个活动 可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让很多学生可以很快的时间 可以来建立这个关系 然后以后希望可以有一些影响 好啊我们下集回来就接受观众朋友的问题好不好 论台先来回答问题 稍后继续请您打电话 进来我们来讨论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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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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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